Pachanga许冠杰演唱会5月27日隆重呈现 电影行业也不例外 从目前的趋势看 好莱坞越来越多的将AI作为一种工具 以提高工作效率、简化流程、改善决策 这是AI带给好莱坞正向积极的一面 但AI也有令许多人担忧的一面 如目前正在参与全美编剧工会罢工的好莱坞编剧们 他们就很担心 这边场使用了人工智能后 他们的饭碗就会不保 那么好莱坞到底要如何使用AI 使用AI后哪些人会有危机感呢 回绕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好莱坞制片人苏建华 向他请教一些AI对好莱坞影世界造成的冲击问题 苏建华你好 先和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好的 主持人你好 然后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苏建华 作为制片人你已经拍过多部影片 现在正拍摄另一部新的影片 请问苏老师在您的影片中您希望或已经在用AI制作电影了吗 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们这个人工智能 在各个行业都已经开始卷起了 可能说是一种革命性的一个活动 那当然我们拍电影的时候已经在把这些AI所有能够提供我们的一些方便慢慢已经融入到了制作电影的所有的过程里面 那现在的新片子呢 如果是说我的新片子的话 当然也等于说这个怎么说呢 好像是逃不过的这个意思 这个要使用这个AI 因为它太方便了 可以辅助很多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操作的这个程序 那在这个作为一个制片人呢 我们一开始起初就是要用这个去做个预算 去做这个拍电影的这个日程分配这个拍片的日程表 还有呢 这个自动建议也许一些地点 然后呢 跟不同的部门去联络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预算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方面呢 就已经开始用这个AI的一个协助 去让我们更能够精准的 或者是更有效率的 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办好 然后当然拍片的这个拍片过程本身呢 可能还没有完全会融入这个方面 因为拍片本身 它就是要拍片 要真正的是要卷起袖子来 然后呢 要这样拍片 但是一旦片子拍完了 然后我们又进到了这个后期制作的时候 很多的这个现在的后期制作在好莱坞呢 也都融入了这个AI的这个工具 来辅助整个制片的这个过程 例如说什么合成啦 转瞄啦 还有这个接影啊 拟音啊 补音啊 调色啊 还有视觉效果 字幕啊 等等 还有一些刚刚拍好的 就是那些拍好的片子 我们在业界里面说的是一些毛片 没有经过剪接的一些片子 然后呢 加以整理 然后呢 有很多幕 这个一二三幕 四幕 ABCB等等的 这些呢 都现在已经用了AI来整理 然后这样子呢 这个剪接的时候 很容易就把这些东西很快的叫出来 然后呢 进行剪接 合成 等等的 所以呢 现在很多的新片子 已经开始实施这样子的 这个 这种 这种做法了 嗯 在电影界 人工智能的使用越来越普遍 这对于好莱坞来说 是一个无法阻挡的趋势 人工智能采用 无疑会影响到一些人的范围 据您的观察 哪些行当的人 会坚持丢掉工作 会容易被辞退呢 OK 这个问题当然是 很多很多的人来 会有这个 也许恐惧 或者是也许 不安心 这个人工智能看起来 这个发展的这么快 突飞猛进的 到底呢 可以代替多少人的工作 其实呢 这个事情呢 早在也许2016或2017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些 这个在好莱坞的文章跟报道 在预测将来 也许将来 他们那个时候的将来 现在我们在回想 2015或2016 这都是也许 五六年 七八年以前的事情 他们呢 在预测将来 也许三五年 或者是五年八年之后 这个AI到底会变成 这个变成一个 什么样的状况 但是呢 到了现在为止 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像我们这个 很多人知道的 这个GPT 它是去年的11月 12月推出的 那这一下子呢 就让大家忽然 就对这个人工智能呢 开始了 有很大很大的关注 但是呢 初步看来 就是到现在为止 初步看来呢 就是许多的这个助理的工作 方面的这个职业呢 可能会省略了 因为呢 现在啊 原来可能要三个人 做的这个工作 可能现在一个人 就可以做得了了 所以呢 很多助理方面的工作呢 这些就要 也许要注意 那现在呢 因为有人工智能 在旁边辅助 薪水 薪水呢 也也会减少 那就减少了成本 那举一个例子来说 好了 原本可能 我们用这个鼠标啊 也许做一些什么 什么方面的工作 用鼠标的这个工作 原本可能你要 点击700次 鼠标的这种工作 现在呢 70次就行了 那现在 这种 也许听起来也是很恐怖 就是很代替了 很多的这个工作 所以呢 助理方面的工作呢 就要开始注意 会慢慢的被取代 但是呢 很多很多核心方面的工作 你例如说 剪接师啊 或者是音乐 音乐的音乐师啊 等等的 这个方面呢 我觉得倒还 不用去担心的太多 哈哈哈哈 电影业的编剧 他们的工作常态 是怎样的 这些编剧们 会被淘汰吗 其实呢 在作为一个 制片人来讲啊 编剧跟这个 剧本上的这个孵化呢 是我们做制片人 非常头疼的 一个环节之一 那为什么会头疼呢 因为你要从一个 从制片人的 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要从一个 原来的一个题材 到处去寻找 什么是好的题材 然后呢 从这个好的 这么多题材里面 再去筛选一个 你认为 很多考虑方面啊 市场啊 还有题材本身啊 等等都适合的 一个故事 然后呢 去进行孵化 进行孵化以后呢 要做什么呢 那就要找编剧了 如果有的制片人 他自己不会写 或者甚至于 自己会写 但是不想写 那就要去找 这个编剧了 那找编剧呢 还要付这个编剧的 编剧费 然后呢 还要用这个编剧 要用很多的时间 跟这个精神 去编剧 它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也许快则 两三个月 三五个月 慢则很可能 九个月 一年编一个剧 都有可能 那不过呢 也是一样 现在看起来啊 这个淘汰 编剧的这个事情呢 还不至于走到这种程度 因为呢 这个人工智能呢 现在还是处于 这个婴儿时代 尽管我们觉得 现在人工智能 都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它还是真的是 处于一个婴儿的阶段 现在人工智能呢 当然是可以简化啊 这个编剧所需要的 这个时间跟精力 这个剧情的结构啦 或者是走向啊 故事的这个建议啊 等等的 现在呢 都可以去帮助这个编剧 能够更快的啊 把这个剧本呢 能够写得出来 不过呢 三五年之内呢 我觉得呢 很多的这个人工智能 它现在不行的 以后三五年之内 它很不可能 自己可以写故事了 所以呢 这个方面呢 还是得要多多的 去注意就是了 那至于说 这个这个方面 会要有一些 什么样的管制 或者是规则的话 就要就要看 很多的这些工会啊 等等的 他们要怎么样去处理 甚至于版权的问题呢 也会有出现 很多人认为 保外乌大导演 是一件很风光的事儿 可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采用 导演的宝座 可能也受到冲击 对此 初老师 你怎么看 AI是否会让导演 这个行业完全消失呢 影视界 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人工智能 做不了的呢 OK 当然了 我们每次看到这个导演啊 去什么这个影展啊 或者是手印啊 之类的这些呢 都是很有这个很多光芒啊 不管是好蓝屋也好啊 在国内也好 世界上任何的地方啊 这个女明星啊 站在旁边拍照啊 之类的 但是呢 导演当然了 这个工作呢 是非常的繁忙跟辛苦 但是我觉得呢 导演也应该暂时 还不用担心 他的工作会不会被这个 人工智能取消 或者是丢掉工作 我觉得呢 可能在十年之内吧 应该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不过在十年之后呢 就不敢保证了 因为这个AI人工智能的 刚刚也提到了 这个他的发展呢 是突飞猛进的 那你永远呢 都有一个 就是说导演方面 这个在艺术 在创意方面的一个角度 然后呢 在也许制片厂 跟制片公司 跟这个商业方面呢 他有这么一个角度 所以这两个方面呢 永远是在 在有一些 也不能说征战 就会有一些 也许一些矛盾啊 等等的 所以呢 这个方面呢 就会在商业的角度上来看 就会怎么样能够想出什么办法 让导演的工作越来越少 或者是呢 甚至于代替导演 但是我刚才说过了 我相信在近期呢 是不会去担心这些事情 不过呢 我是觉得啊 有一天 真的是有一天 也许十年以后 也许十五年以后 不知道 这个整个的这个拍电影的业界啊 可能会从这个题材 一直到剧本的孵化 一直到选角色 一直到这个拍摄 前期拍摄 后期 全部通通可以用人工智能 来代替 或许呢 你把今天把这个题材决定好了 然后呢 按一个钮 这个人工智能很可能三五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把一本剧本全部写完 写完了以后呢 他马上可以 你再按一个钮 那就进行到了选角色 选角色我们也不需要明星了 需要 需要可以去从这个 吴中生有这个制造出 数字人 所谓的这个数字人 然后呢 就拍电影了 然后拍完电影 后期后期完了就成品 不过呢 像这种情况的 我们就要看看市场 到底能不能接受得了 像这种的 这个电影的出现 所以呢 观众能不能够接受 才是 首先要考虑的 但是呢 你如果不做出这种电影 不让 放给观众看 你也没有办法知道 观众能不能接受 所以这个呢 将会是 未来的三年五年十年 将会是一个 也会有蛮有意思的 一个 一个这个年代 我们已经观察到 AI作为一种工具 可以帮助制片人 完成诸容 绿色票房 优化营销 甚至识别 潜在的投资机会等 AI如此好用 那么它会不会最终取代 人类的制片人 作为制片人呢 你是否会担心 或正在担心自己的 制片人这个工作 也饭碗不饱呢 是是是 起初啊 这个人工智能 出来的时候啊 其实心里 也有点怕怕的 因为你人的联想 你会想到 哎呦 那现在很多的 这个助理方面 不管是哪一个业界 很多助理啊 等等的 会慢慢被取代的话 那是不是有一天 你会把这些 很重要的一些职位 也取代了呢 但是呢 呃 我觉得跟这个 导演的工作呢 呃 是一样的一种 想法的话啊 那制片人的 这个工作呢 我相信也 但是不用担心呢 会被这个 人工智能去取代 因为呢 制片人 他是一个 电影的一个 等于说 幕后的主使者 那甚至于 很多片子 他的题材啊 等等的 都是制片 从制片人 开始的 所以呢 呃 他这个 不管人工智能呢 发达到什么程度啊 除非有一天啊 真的人工智能 有他自己的意志了 我们 我们也许会看到那一天 或者是希望 不要看到那一天 但是 怎么样 制片人还是 呃 人工智能 还是要听 这个制片人的 一声令下 OK 人工智能 你可以开始工作了 所以还是要 这个制片人 去发号施令 然后呢 他才能够 开始工作 但是呢 不过在这个 人工智能的 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呢 的确可以 简便 省下非常多的 这个制片人 所需要在电影里面 所花的时间 从这个孵化剧本啊 刚刚也已经提到了 到整个这个 初期啊 拍片啊 后期制作等等的 所以呢 呃 这个会有莫大的帮助 但是我倒是还不担心 这个制片人的工作 会被这个人工智能 完全代理一下 随着AI在电影产业的 广泛应用 影片的个性化 似乎是成为一种趋势 现在人工智能 已经可以自己 升成电影了 很多人已经在利用 ChatGP 啊 升成剧本 然后利用剪映 这个视频软件 根据脚本 自动升成影线 用的就是这个 人工智能 按照这种趋势 发展下去的话 那么今后 人人都可以拍电影 最终好莱坞 会不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呢 OK 这个问题呢 非常好 其实呢 这个也是我们业界呢 呃 有这个担心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 呃 事情之一 好 但是呢 呃 我好像 对于一个制片人来讲 我个人来讲 好像又有一种那种 希望或者怎么样 是不是有一天可以这样拍片 你知道吧 呃 就是有一点矛盾 就想要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 非常的有这个 呃 有规模 但是同一个时间呢 怕这个人工智能 会带来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 呃 这个负面的影响 不过呢 呃 我觉得到最后 还是要有一个人的头脑 呃 要去 呃 想去拍出什么样子的电影 呃 有情感 或者是去孵化发展什么样子的故事 呃 这个 然后呢 再用人工智能去孵化 那那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个ChatGPT呢 呃 当然我自己呢 也已经开始有尝试 看看能不能让这个人工智能去编剧本 那我现在初步的一个一个了解 就是说 他可以编的出来 呃 一个也许一个短片啊 等等的 但是呢 他编出来的东西呢 我们看了以后 会有一点觉得 有点天真跟幼稚 有一些细节 他还是没有顾得了 有一些情感 他还是没有办法呃 能够表达 不过呢 这个都是要慢慢他 人工智能是会学习的 你越用他 他就越会学习 越学习 他就越会聪明 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一天 他会把你人所觉得说需要能够解决的问题 统统可以帮你解决 呃 所以这也是一个 嗯 你说可怕吧 也是可怕的事情 你说呃 能够呃 帮助人来完成工作 也可以往这个正面的方向去想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苏建坊老师百忙之中合容接受真访 也感谢大家的在线收看 喜欢这档节目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击下面小铃铛 这样你不仅可以观看以往所有期的热点访谈 还可以关注今后各期的热点话题 热点访谈节目每周推出一期 欢迎接受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